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假日回房 嘉義老家 狂跑十一個行程 人氣洪不讓 除了上千位民眾舉行高喊 動算 前副總統蕭萬長也現身立體 侯友宜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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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營重量級大佬陸續表態挺喉 就連綠營明代也大啦啦 倒戈嗎 總要改贏 總部要改贏 民進黨現議員黃英俊 還有父親前議員黃文鋒 同荒侯友宜 甚至自掏腰包 準備加油棒 讓民進黨中評會喊出 違紀將從嚴 從重處分 只是侯友宜卻很難迴避 民調低迷的窘境 讓立委鄭立文喊出 換喉 還來得及 前立委邱毅更在臉書指出 黨內有人建議成立517真相委員會 調查朱立倫 徵召侯友宜是否黑箱 我懂得我們現在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也有極少數的破壞者 我理解 傷害到我們的總統跟立委候選人 完全不能夠不接受勸告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激出黨計 內憂外患綠營持續猛攻 侯友宜文大宿舍就案 也讓他出面拆彈 表示土地是岳父所買 並非是名下財產 更強調每一筆出租都有收據 繳稅甚至合法 財產申報也歡迎大家來檢驗 侯友宜更焉餘賴清德 曾說房價再降 行政院又上調囤房稅 想法邏輯很奇怪 我特別在這裡 沙宜山的呼籲 記住正義 侯友宜公賴清德 也未自救 國民黨中央也出招 致電黨代表的出席與票數 確保723全代會能順利提名 防止任何喚吼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